美國到齊對日籍巨星大谷祥平 前貼身翻譯水源一瓶涉毒案 持續延燒 在美國職棒大聯盟MLB 對這起醜聞展開調查之際 大谷也在美國實踐25日 於記者會上現身說法 首都對外說明 並且否認自己有涉案的嫌疑 大谷表示他直到上週 前往南韓進行海外賽時 才發現水源一直從自己的帳戶 竊取錢財 甚至還說謊 此外他還指控水源告訴媒體和代表 大谷以朋友的名義協助還債 然而這一切其實都是謊言 而後大谷則表示自己相當期待這個賽季 並且相信未來聯盟的調查 會讓真相水落石出 在記者會後大谷也立即前往球場練球 波什也與隊友教練談笑風聲 先行似乎沒有受到影響 也讓球迷放下了心中大石 期盼大谷在接下來的職業生涯中 帶給全球觀眾精彩的表現 海語中文視頻聲音綜合報導